第九課 我們來到SQUASH OK 刮唱片 刮唱盤 OK 我們首先看到左邊唱盤 我們就是一樣 黑色點貼在12點鐘方向 我們使用的音色就是這個 這個東西 那我們先觀察 它的音色整個距離差不多是12點鐘到6點鐘的位置 好到這裡就沒有 OK 好 然後我們首先要練的是Baby Squatch 那我們刷出的距離差不多是10塊錢銅板 跟你刷第一拍的那個大鼓的感覺有點像 OK 然後Baby Squatch 就是我們還沒有使用到右手的fader 我們就先適應這樣 這個東西 然後呢 Squatch 快的時候 我們唱片在唱聲唱如果刷快 它聲音是尖的 如果我們是刷慢的話 它是緩的 OK 那它這個感覺其實就是像在一個節拍上面 去演奏的東西 這樣子 那我們就一樣要跟著拍子 這樣子 那當然就不用說像我們刷大鼓在練習的時候是 是 12345678這樣 它可以隨興一點 Baby Squatch 現在練習你的手感就隨興一點 然後去 你就去感受那個頻率快跟慢 的一個東西 然後去練習 這樣子 好 先不用用飛的 好 那我們就下臂 然後開始 好 跟著拍子 用緩的 去感受 Baby Squash 它就是這樣子 Baby 然後去訓練你的碰唱盤那隻手 先感受一下最初 Squash 帶給你的感受 MING PAO TORONTO